南国道被碾成肉泥 全尸修复明洞宫 渴望恢复漆成样貌 闪黄灯的这个就是 四状的那台车 在旁边这边有那个死者的女友 然后也是尸体在旁边 发生在前天清晨五点多 惨不忍睹的国道碾尸案 49岁韩姓男子开车 载着交往20年的陆姓女友 返家途中 行经中山高北上台中段 以前告诉我 你同样正话之后 她是从中线慢慢添 我觉得不对劲 看那个头已经往后远 她因恐慌症发作 插撞护栏 下车要跟女友交换手开车 没想到惨遭多车 撞击碾壁 检井香烟 大体以肢解为四大块 除右手臂与手掌形状明显外 其余几成肉泥 几乎只剩下一张皮而已 警方调查 孝顺的寒男品尝坐零食出工为生 最近没有工作 家境不是很好 对 超爱已经很小了 好 谢谢 也不知道怎么办 应该一下 我们大体要花你的时间 这个案件也算是比较困难的 可能大概十五万左右 正当寒家筹着大体修复费用五着落 善心的遗体修复公司主动申援 那打一电话就业务相伴 经济不是很好 我们就直接说 用刺刹一些工作 团队将出动八到十名修复师 预计明天下午三点开始进行修复工作 这里的部分我们要整理 比如像佛琪的 然后最重要就是头部 而怡荣是最重要最难的部分 被抓他里去游户 相处度大概会在六到七十 团队有信心完成韩南七成样貌 让家属瞻仰最后无面 比方中心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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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включ coming menu 欢迎订阅 欢迎娅 ουμε matches就这样 这里不用 loop 為什麼我可以听进行天才 mushroom